这节课呢,我带大家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观察者模式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观察者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分为文字解读跟泥物化的方式进行解读 我们再来看一下观察者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观察者模式的代码实战和相关的总结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观察者模式的概念解读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知识点 我们这节课有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观察者模式概念的文字解读 一个是观察者模式概念的泥物化解读 我们先用文字来解释一下观察者模式 那么观察者模式又叫发布订阅模式 那么它有发布者也有订阅者 它定义了一种一对多的关系 什么叫做一种一对多呢 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一个对你们多个 那么如果我一旦状态发生了变化 就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监听到我的状态 让多个观察者对象同时监听某一个主题对象 这个主题对象的状态发生变化时 就会通知所有的观察者对象 使得他们能够自己自动更新 那么其实这个文字概念呢 已经把观察者解释的差不多了 但是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泥物化的解读 那么这部电影相信大家都看过 它是窃听风云 我截取了其中的一个图片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左边这四个人 全部都在拼听着我们右边这个人 他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 那么他的状态的一体一动 都会更新到我们左边这几个人里边去 比如说我们右边这个人 他之前跟他们特别好 然后因为一些事情 他进了监狱 那么当他出狱的时候 我们左边这几个人 左边这四个人都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而且知道他出狱后 比如说他想触发什么状态 那么左边这几个人啊 也都知道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当前这个文字解读 观察者模式又叫发布订阅模式 他定义了一种一对多的关系 让多个观察者对象 同时监听某一主题对象 这个主题对象的状态发生变化时 就会通知所有的观察者对象 那么首先谁是观察者呢 现在他定义了一种一对多的关系 谁是观察者呀 是不是我们这四个人是观察者呀 然后我们这一个人是发布者 让我们这几个观察者 同时监听我们这一个出狱这个人 这个主题对象的状态发生变化时 就是我们这个人一旦出了狱 那么这几个人都知道他现在状态 能够自己更新自己 那么一旦人家出狱了 那么原来欠人家的 原来给人家的 该给也得给了 那么观察者模式啊 在我们这个里边 其实用的也是非常广的 在我们整个一个前端开发里边 它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跨模块开发 那么首先我common模块 一旦某个状态发生了变化 其余的都会跟着改变 有一个最最好的例子就是说 我首页我来做了一个公共模块的定位模块 那么你任何其他的模块 如果发现我定位模块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你有美食模块 比如说你有导航模块 比如说你有定位模块等等 一旦我主模块发生了定位的变化 那么所有的你们向下的 比如说你美食 那么就得搜索 现在我定位结果离我最近的美食 比如说你定位 那就得拿到我最新的定位结果 比如说你导航 那么就得更新导航的状态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把观察者模式的概念 进行了文字化跟你物化的解读 那么希望大家在平时的开发项目里边 找到一个这样去向全局发送消息的东西 那么把以前用这种Faction调用的形式 改成由我们这个发布者来进行统一的发布 比如说更好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我们买报纸 那么大街上人啊 可能每天都会经过这样一个报摊 那么这个盗摊 他就是一个发布者 他发布他这个信息 给所有经过路边这些买报的人 我们在平时开发里边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然后去来做这样一个全局通知的东西 我相信是有的 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观察者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观察者模式有哪些作用呢 他支持简单的广播通信 自动通知所有已经订阅过的对象 什么意思啊 就说比如说我们平时啊 用手机订阅了一个这种天区预报 那么他支持这种简单的广播通信 就是说人家那边更新了 那么他能通知所有是已经订阅过 人家这个天区预报的相关的对象 那么这个就是说支持这种简单的广播通信 我们是一个一对多 我们所有人都订阅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第二个呢 页面载入后 目标对象很容易与观察者存在一种动态的关联 增加了灵活性 因为页面载入后 我们开始执行我们这个监听者 跟我们这个执行者 那么我们这个监听者也叫观察者啊 那么很容易与观察者存在一种动态的关联 我们这个人在等着你给我触发状态 那么这是一种动态的关联 它增加了灵活性 而不用再说像以前一样 我非得说所有人都去调你这个函数 就比如说现在你想看天区预报 那你非得跑到那个人家那个天区预报那个地方去 然后问一下 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啊 它现在可以告诉你动态的说 今天天气怎么样 那么存在一种动态的关联 要不用你去每天跑 那么第三个 目标对象与观察者之间的抽象偶合关系 能够单独的扩展以及重用 目标对象与观察者之间 谁是观察者呀 就是我们订阅天区预报这些人 那么与目标对象 目标对象就是发布这个天区预报的人 之间的抽象和关系 能够单独的扩展以及重用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换手机 对不对 我们可以换手机 但是我们的手机号只要不变就OK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信息 发送给身边很多人 对吧 就可以单独的扩展以及重用 那么对于天区预报这些人也是这样 也来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天区预报的对象 不仅短信发送给你 而且人家可以做成网络的API接口 发送到这个网页上 网站上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目标对象 与观察者之间的抽象偶合关系 能够单独的扩展以及重用 那么我们要做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什么呢 监听要在触发之前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啊 一定要在人家这个正式发布天区预报之前 你把人家这个天区预报给人定上 那么比如说 现在人家触发在你之后了 你还没有定人家的天区预报呢 但人家现在发天区预报了 那你依然是收不到的 那比如说现在人家要发报纸了 但是你每天没跟人老大说 你这个报纸啊 新出来告诉我 那么你依然也是收不到这样的一个报纸的 所以说监听要在触发之前 你一定要在人家触发之前这个事件的时候 你把这个监听这个信息告诉人家 说好 我要获取你当前这个对象 那么观察者模式呢 其实这种模式啊 虽然看着比较简单易懂 但是我们真的想用代码实践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考虑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定天区预报 那么我定哪个频道的天区预报呢 那么这个频道的天区预报是以如何频率的频次进行更新呢 那么我们这些频道之间该进行如何的这种更换呢 以及相互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换呢 所以说呀 整个一个设计模式相互交相融合到一起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项目 这种并行向前维护好的这种架构的基础 我们的观察者模式只是设计模式里的一种 我们前面已经陆陆续续学习了很多设计模式 我希望大家把这些模式举一反三 然后把这些代码融会贯通 因为本身JS这种东西来实践设计模式 就有一点点那么勉强 那么很多同学一直在问我 那么我不需要你这个设计模式 我直接掉Faction 那岂不是更爽吗 为什么非得像你这样中间折腾了这么多层 我们是想用JS给大家来表现一下这种编程的思想 那么如果在Java里面或者PHP或者C Sharp等等语言来编案 实现这种设计模式 人家有关键字 人家有真的这种模式在里面去运作 但是我们用JS呢 我们只能用Faction去模拟 那么Faction把每一个我们这种思想 执行到我们这个设计模式里边来 然后我们把整个这个模式跑通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观察者模式代码实战和总结 那么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下代码实战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Sublamp 那么在打开之前呢 之前啊 我已经新建了这样一个ATML页面 我们引入JQuery这一个对象 然后把这些代码 现在干掉 我们来实现一下老师所实现这个观察者模式 那么想实现观察者模式呢 我们说了要实现这种一对多的关系 有一个人发布 N个人订阅 实现这个呢 代码稍微复杂 那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嘴坑来写住我们 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类库 好 现在我们实现一个自制性的函数 我们来前面让它自制性 我说老师你为什么前面加这个呢 这个自有玄机啊 在各个浏览器里边 我们甚至可以怎么样 加 减 都可以让它自制性 而且每个浏览器里边呢 它执行的这个速率不一样 大家可以去测试 也可以去上网上去搜索相关的资料 我们这里边呢 来个这个 我们这几个主要讲这个观察者模式 所以说这里边不多说 但是这个自制性啊 这样的话 每个浏览器里边 它执行的时间啊 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首先借助这个drequery 我们把一个object object绑定成这种drequery的对象 我们来个o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把一个object 我们转换成一个drequery的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o上面来一个订阅 来个faction 我们在drequery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 是什么呢 o o.on 为什么我们o有这个on的方法呢 因为我们把普通的object 转换成了什么呢 转换成了drequery的对象 那么我让它去执行这个 当前这个on方法 然后我们再把o送回去 避免这次发生变化 然后呢 再把这个参数啊 给人家传递回去 好 那么这个是订阅 那我们再来一个去 怎么去执行呢 或者叫做发布 我们把这个名字啊 要是监听者也可以 那么我们就写上监听 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来一个o.tri trigger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o送回去 然后把这个aduments啊 也给它送回去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卸载 对吧 或者叫做清除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啊 我们设计模式里边 所有的这些方法 都写成了这种 大白字 那么除非人家drequery这个 不能让我写白字 这是为了让大家 更清晰的去理解设计模式啊 好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 我们已经可以有了这种发布订阅的方法 有人说老师什么意思啊 怎么你可以发布订阅了呢 好 那么现在我来监听 监听一个频道 监听什么频道呢 这样一个频道 点test ls 这个可以自己写 它是一个空间的名字 那么我们执行这样一个回调 好 这个具体的on跟这个trigger 我就不讲了 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方法 第一个应该是事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参数 我们可以让三个参数传递过来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让它console log点 或者我们直接alert吧 我们在罗览器里观察 alert 我们这个a 我们来个特殊的分号啊 加b 再加谁啊 加c 好 那我们下边呢 我们再来个监听 再监听一下这个test的ls 那么呢 我们这个不不写这个其他的方法了 我们直接就给它来一个ok 那我看一下 我们监听完了 我们说只有一个发布者 我们怎么发布呢 我们进行发布 发布的时候 然后我传递这个一个数据 但是发布啊 你要指定频道进行发布 对不对 你不能乱发布 我们指定我们当前这个频道 然后我传一个什么呢 123 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效果 我们在浏览器里边打开我们的这个atml页面 它报错了 它并没有展现出这个任何效果 我们看一下哪里出错了啊 它说这里我们写错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哪里写错了啊 来看一下我们sublam 朋友们我们下边掉了谁啊 掉了这个doll符的监听 对吧 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事件挂到哪去啊 挂到这个 dcrary上去 对吧 让dcrary具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这个事件挂错了 我们只要让它有这个 dcrary有这样的能力就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前我们这个 好 123 ok 那么有同学说不信啊 老师这就执行函数而已嘛 那我们让它等会发布呢 我们让它往一秒 看一下我们这个监听 到底是否成功 那么缓过一秒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 等待一秒之后 看见这个效果 所以说啊 这个监听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稍等一下 ok 执行 执行 那我们这个是用dcrary的方法来实现了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开发这样一个js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写了这样一个js 那么这个js 我们可以写的非常非常复杂 但是前提是 你要把这些东西绑定到一个objection上 绑定到这个objectio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相样的操作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on 大家看频道类型callback 然后以及上下文的这个环境 那么我们这个频道呢 可以甚至更加细分 比如说刚才我们怎么写的 我们这个testls下面 我们再去细分频道 然后你可以去找到这个频道的type 然后其实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你当前频道的事件队列 它的原理是什么 同学们 就是有这样一个频道下的事件队列 那么当你trigger的时候 它把这些事件队列里的函数依次的进行执行 我们想实现更加复杂的 我们用js 可以有更多的操作 但是前提啊 你要保证你有这样一个队列 是你on的这个背景下的 那么如果这种once呢 它直接一次 你也可以把它进行销毁 那这节课呢 我们这课程啊 就简单到这里 我给大家进行一下这节课的课程回顾 我们这节课啊 主要讲了这个观察者的代码实战 那本套课程中呢 我们也学习了观察者模式的很多概念 你应当掌握了一下知识 首先知道什么是观察者模式 然后掌握观察者模式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最后掌握这个观察者模式的代码编写 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来改善一下你曾经的代码 尤其是这种一个模块发布 多个模块相互监听的信息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你可以在极客学院学习 加文斯Clip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好 谢谢大家